上帝为了拯救我们而制定的计划 是那么的缜密又坚定 这里面甚至还包含着他自身的牺牲 那么,作为这计划的受贿者 我们该怎样对待呢? 带着自然会成就的渺茫想法泰然处之吗? 不行 我们若不拿出与上帝炽热的意志 相称的十二分坚定态度 是绝对跟不上上帝的拯救计划的 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去摸索着寻求救恩 而是如同牧者引领羊群一样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带领我们 因此,我们每天都要降悲自己 显出配得接受上帝带领的样子 这话的意思不是说要彻底遵守什么规范 或者要达到一定的信仰水平 重要的是,无论我们自身如何 都要以顺从的态度来对待引导我们的上帝的旨意 其实,上帝拯救的施工早在基督降世之前 就已经通过以色列人在进行了 上帝在每个时代 都通过他所拣选的人进行着这项施工 这跟牧人带领,养育羊群的样子很相似 那个时候,人们也因着顺从牧者 所显出的上帝的爱而得救 进入新约时代 这样的施工体系因着基督更加活跃起来 特别是基督在升天后 为了愿意担当他施工的人拆下圣灵 使得这施工体系更加有力地推广与普及 因此,受主委任带领羊群的牧者 应该彻底顺从主的旨意 照主的意愿去引导并养育羊群 对于没有这样做的牧者 在旧约时代 主非常严厉地追究了他们的责任 在圣灵做工的今天 主更会如此 既然主对牧者的要求这么严格 那么想一想 主对圣徒们的期待该会有多么的大 主认为 圣徒们必须谦卑地随从牧者的带领 主并没有任凭得救的人自己去持守救恩 而是希望所有人都能按照主的安排 接受牧者的带领 从而得以保全 主耶稣不仅从以色列中呼召属于他的羊 叫他们归于自己 还呼召了原本与上帝的应许无关的外邦人 叫我们也能听从他的声音 可见 今天我们能作为教会的一员 跟随牧者的带领 走得救的路 这本身就是无比惊人的恩典 上帝今天也在养育着我们 他拯救人类的体系仍在运营 上帝的温暖仍在相伴 上帝的呼唤未曾停歇 将我们引入永生的上帝 既为我们制定了如此缜密 完美的拯救计划 就让我们顺应这可靠的拯救体系 成就上帝的计划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